比尔盖茨曾表示Fans包括Facebook Amazon Netflix和Google 或将成为下一代气候科技公司 投资者如何从中分一杯羹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Share 在Glasgow举行的气候峰会Conference of the Party26上 世界各国领导人对于共同减少碳排放等气候问题进行了讨论 像暴雨 热浪 海平面上升等问题的出现 使得联合国政府兼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在其报告中再度发出声明 对全球变暖后果紧急警报 要求各国政府立即大幅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该会议主要讨论了气候技术的投资与创新 例如太阳能和水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 随着地球面临越发严峻的气候灾难 如何更有效地控制气候问题成为各个国家和企业所面对的压力 气候科技也被看作为减碳的主要工具之一 气候科技或者是以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为目标的技术创新 到底是投资的风口呢还是噱头 首先像我刚提到过的几家大型公司 在近几年的气候科技方面都有进行过充分的投资与创新 Amazon早在06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展建设气候承诺基金 并且在近期着重对电动汽车公司进行投资 有助于帮助亚马逊公司实现其长期目标 即在2030年推行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动送货车 此外今年7月微软与太阳能开发公司Volt Energy建立太阳能合作关系 解决了自己能源密集性数据中心的供电问题 第二英国作为此次COP26的承办国 已经多次对气候科技板块进行融资 融资金额位于世界第四 其中伦敦作为英国的金融中心 它的气候科技发展的潜力获得了人们更多的关注 包括能源科技公司Octopulse Energy在内的多家气候科技独角兽企业 也证明了目前为止气候科技投资领域开始进入了风口处 并在未来气候保护的紧急推动下会加速前进 总之只有在各个领域的企业以及全球不同政府万众一心的努力下 全球气候危机的难题才有机会被解决 但是太阳能电池板块在内的气候科技行业竞争依旧十分激烈 随着未来更多气候科技公司的上市 投资者的选择也会变得更多 因此风险也会大大提升 例如专注于太阳能股的景顺太阳能ETF 在今年2月到5月期间也下跌了近30% 因此建议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还需要做更多的功课 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